王魏国是静江市苏北爱心园陈列馆馆长 他正在为渡江战役纪念馆的成立 做着准备工作 这些都是我挣起来的 这些共和尚将书法家 为渡江战役提起的目报 1949年4月20日晚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在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 负责东线渡江的第三野战军 在静江的新港 加港 青龙港等地 出发横渡长江 作为渡江的东线起点 静江被誉为东线第一番 而静江人给予渡江部队 大量无私的帮助 王魏国正在收集当年参加 渡江战役的静江人的相关文物 今天他要走访一位叫周志顺的 之前传工的家人 当时渡江部队急需了解对岸地形 29岁的周志顺赶了一夜的路 将情报送到指挥部所在地 江燕 这是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一团 就赠送给你父亲 这面锦旗就是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一团 当年赠送给周志顺的 上面写着 有你们的支援 我们就能胜利 王魏国还寻访到了当年 参加渡江战役的民工齐玉良 当时齐玉良帮助部队运送医疗物资过江 放大于大 搞这个生意本身就出事了 我们到庄宗时 又遇到地监看 无了手也都去打车打炮 接近江音时 恰遇退潮 船只搁浅 大家只好下船涉水上岸 靠着人拉肩扛 硬是将医疗物资运送到了目的地 齐玉良因此被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授予渡江之前二等功 我们在庄宗时 我们在庄宗时 都在庄宗时 都在庄宗时 我不怕三方 去怕一方 时光荣 曾经在江面上起伏颠簸的小木船 现在已经变为航行于五湖四海的万吨轮 昔日难以逾越的长江天茜 如今也早已因江音长江大桥的建成 而畅通无阻 白马驼沙聚成舟 千帆渡江永超越 对于每个近江人来说 这是先辈们曾经流血牺牲过的地方 也是美好未来开始的地方